這裡是165打架中心 每天電話超過一千五百通 遠景接到手軟 2023年台灣詐騙金額高達88億 幕後集團不只黑幫 越來越多工程師 銀行行員 甚至律師也加入 最常說的是說 實際上作詐欺 作詐騙的這件事情 跟被害人接觸的不是我 那你怎麼能夠說是我犯罪呢 手伸出來 手伸出來 高等教育培養的白領階級 為什麼經不起誘惑 放棄道德良知 自甘墮落 講白了就是為了錢 如果我在公司 今天我一個月薪水才五萬 可是我可能一個月 我要寫七到八個APP 可是我今天幫這個詐騙金額寫 今天在的時候我幫他寫一個APP 或是幫他架設一個網站 我可能拿到十萬二十萬 吳政達是一名工程師 他曾被騙大約兩百三十萬 花了兩年多才還清一半 心酸血淚痛徹心扉 他分析白領犯罪 其實是一種侥幸心態 能輕鬆賺錢 被抓也能主張是接案 是無辜第三者 只要拼個不起訴 就能傳過水無痕 有的人頭帳戶可能前面已經被告了 他說 反正我前面我已經有案底了 我沒差這一次 你看這整個社會變得多麼誇張 就是很多年輕人 這些人都二十幾歲 2023年有兩家銀行行員 提高人頭戶約定轉帳金額 幫詐騙集團洗錢 每匯出一筆就有百分之一的回饋金 另外工程師幫詐騙集團架網站 一次能拿七萬 租借網域每個月租金收十萬 網站被封重新架設每次一萬 一年暴利就破百萬 當白領階級都利益薰心加入詐欺 換來的是更險惡 更難破解的金融騙局 因為他在所有的社群 平台或者是所有的 E-mail能夠留下 任何痕跡記錄的部分 他都留的是假的資料 連刷卡的都是用人頭 他又很懷疑說 我們到底怎麼找到他的 詐騙已成台灣日常 就連律師也不講倫理道德 趁月券時洩密 回報詐騙上游 或者直接聽從指揮 成為犯罪的一份子 開門做生意總是需要有暗員 在有暗員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又是門口羅雀 那當然他就會想說 你小些東西他必須要去 開始去接觸 那詐騙集團 他們有時候也會 基於這種心態 就認為說 我給你利益 我給你暗員 我給你利益 你來配合我做某些事情 他們就跟我們的學生講 研究生講對不對 你看我在外面有雙B 你看你現在要 這個存錢買iPhone 我不用 我三四支在外面 眼看詐騙猖獗 全行政院嚴禮詐騙專法 要求臉書Google Line等數位平台都要列管 違法可罰2500萬甚至斷網 經管會NCC述發部的權責 也通通納入 千或萬萬下 會期終於通過三讀 台灣詐騙無論是法規 或是偵辦手法 都遠遠落後世界各國 被激起直追 洗刷 詐騙惡迷 電腦君記者黃須瑞 副家欣報導